安波华宇足球快训2023年7月19日 宝德花高取胜首到拿来 本周四清早 宝德花高与帕托拿图将在前者主场进行一场南美球会杯附加赛的赛事 帕托拿图首回合在主场完败 是一座客出征胜算更加渺茫 宝德花高经济在八甲表现出色 前15轮联赛踢完 球队好取13胜2负的夹击 以双位数分差优势领跑积分榜 而在南美洲赛场上 宝德花高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在南美球会杯分组赛中 他们六仗分组赛保持不败精深 得失球比为10比5 虽然未能以小组守名晋级 但是凭借小组赐名的成绩也让球队得到了踢附加赛的机会 在附加赛首回合与帕托拿图的较量中 前锋卡路士罗拔图和贞达成哥斯达在下半场各建一弓 帮助宝德花高做客取得2比0的完胜 球队一只脚已经迈进了16强的大门 利好的是 宝德花高最近状态十分火热 近六仗各项赛事他们好取5胜1合的娇人战机 尤其是近期的这波4连胜 球队均以2比0的比分获胜 攻防两端发挥无可挑剔 是一座镇主场迎战手下败将帕托拿图 宝德花高在天圣机一如反掌 帕托拿图报冷夺得上届阿根廷杯冠军 球队从而获得了征战经界南美自由杯的机会 不过由于本身实力有限 帕托拿图在分组赛中6仗吃到4场败仗 同时城门和共11次失守 要不是球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战胜 以提前出现而无心恋战的国民体育会 恐怕也轮不到他们以小组第三的身份 来踢南美球会杯附加赛 俗话说 打铁还需自身硬 即使帕托拿图幸运的获得了踢附加赛的机会 但是薄弱的实力也让球队成为任人宰割的余滥 在余宝的花糕的首回合较量中 即使两名中后卫都吃到黄牌 但是仍然无力阻止对手的进球 最终只能接受主场落败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 就算是在阿以赛场 帕托拿图近期做客也是屡战屡败 这更加让球迷不看好帕托拿图是一出真的前景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